家联健康关怀维护您的健康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您再次的锁定 由家联医疗网 还有我们节目 住在LA 为您一起推出来的 家联健康单元 那么最近呢 有朋友打电话给我说呢 他的医师告诉他 他的胃感染到了 幽门螺旋感菌 所以呢 他不但吃得饱的时候 还有吃得太油腻的时候 都会感觉到不舒服 而且呢 会有经常性的胃痛 到底什么是幽门螺旋感菌呢 还有他有什么样子的症状 怎么样子来治疗跟预防 我们今天来请教这一位专家 他是一位家庭医师 丁磊丁医师 丁医师你好 主持人你好 是 跟我们谈一下这个 大家既熟悉又陌生的 这个幽门螺旋感菌 它是一种病菌 一种细菌 还是一种疾病呢 是一种细菌 那胃病大家都知道 其实一般来说 没有不舒服不看医生 对不对 胃痛啊 空腹痛还是饭后痛 然后就来看医生 那看了医生之后呢 就是我们会做一个检查 以前胃痛或胃病 我们都是说你生活习惯不好 你没有三餐固定吃啊 你有什么鸡一顿饱一顿这样子 后来现在我们发现呢 其实绝大多数的胃病 包括胃炎胃溃疡 幽门的这个炎症啊 还有这个食道的炎 食道的一些反流 都是跟一种细菌有关系的 那叫幽门螺旋感菌 所以等于说我们的消化系统 跟我们的不管是舌脂肠啦 胃啊这个肠 对对对 上肖化道 都是跟这个幽门螺旋感菌有关系 那这个螺旋感菌呢 它存在的幽门 幽门就是胃体的下部呢 就到舌脂肠那个位置了 然后顾名次叫幽门 那它的形状显微镜像是螺旋状的 它是一种感菌 像大肠感菌 它会传染吗 它会传染 就是说它很popular 它很流行性很强 就在于说 这个是绝对是病从口入是吃进去的 所以它会经由唾液 经由食物来传染 对没错 那比如说我们跟这个人呢 一起吃饭 没有用公怀 万一对方是有感染到 幽门螺旋感菌的话 我们也有很容易 就非常 就比较容易 所以我们查到一个人有 那她的 比方说她的丈夫啊 或者妻子啊 或者小孩啊 可能也应该查一下 因为这种机会值 并发的很高 那么我们如果只治疗了一个 治疗了先生 没有治疗太太 那这个重复传染 就一直这样 就循环往复下去 那如果感染到了 幽门螺旋感菌的话 它有什么样子的症状 就是胃不舒服 有的时候觉得反酸烧心啊 有的时候空腹胃 好像空空的难过 不吃东西 吃了东西也难过呀 就是很多胃痛的症状嘛 那很多人没症状 其实幽门螺旋感菌 可以在你的身体里 几十年 你都没有症状 它没有造成症状的时候 是没人来看医生的 所以很多时候 比如我们查了家里 一个人啊 另外一个人查出 也是阳性 他不一定是有症状 但那个人也需要治疗 因为这个细菌 在你胃里时间长了 久而久之 就造成一些胃炎 其实很多胃炎 是没症状的 只是只有在你特殊的情形下 那个胃炎才开始 bother你 是没症状 我们给一些不会痛的人 去做胃镜的话 很多人是有胃炎的 所以幽门螺旋感菌 有可能会导致于胃炎 十二指甲退痒 胃退痒都会有 然后食道胃酸反流 这些都会造成 那有多数人没症状 但是它积累到 一定程度造成这些东西 时间长了 有些胃炎还会变成什么 胃癌 所以这个细菌是需要杀的 不过它不会离开你 所以经常有这个胃会不舒服的 会有胃酸出现的 或者说感觉会 就是说经常性的胃不舒服 还是要看医生 会需要看一下 怎么检验呢 好问题 以前的检查呢 就是 其实现在在亚洲国家 这个检查查的还是不多 那我们这边现在有非常好的方法 很多有胃部症状的人 我们都会给它查 一个是大便检查 可以查出来 查出它的病源 那有一个很简单的检查呢 就是一个吹气的检查 那有一个机器在这个 像我们诊所里都会有 那这个病人大概要在诊所里 花个20分钟时间 OK 那基本上我们请他吹气 然后过20分钟我们再吹 我们会查到那个抗原 就是那个病菌本身 而不是抗体 那还有一个血液检查 就是抽血可以看到的这个 Uman lotion感觉有没有抗体 那个呢就不是最准 因为什么 有抗体的人可能是以前很久得过了 已经被治疗好了 还是怎样的 所以这几种检查都可以 所以这种吹气的检查的话 在家庭医师像您那就可以做检查了 对对就可以做检查 这样的话呢就非常轻便 没有什么创伤性 不需要抽血烟药啊什么的 那准检查出来 99.9%的准确率 哇那可以治疗吗 可以治疗 可以根治吗 可以根治 可以根治 就原则上就是说 一个人发现阳性 我们希望跟他有 密切接触的人一起查 查了以后大家一起治疗 那药呢 这个药呢吃起来 不是那么舒服 因为里面有 至少两种的消炎药 两种以上的消炎药 还有一种以上的胃药 那放在一起呢 就变成了一共吃14天 两个礼拜 那早上下午 早上下午就一间要吃 那有些人本身就胃就不舒服了 所以吃了胃药 就经常会中间打电话来 就说我能不能吃三天五天 一个礼拜就困掉 那这个时候我们希望你坚持下去 因为这个细菌非常难杀死 而且呢 如果第一次治疗你肺 没有成功的话 那以后再换药更困难 而且这个药的选择性是很窄的 而且产生了耐药性 所以呢 坚持下来两个礼拜 吃完绝大多数人症状 有明显好转 有的人我们会再给他 一个疗程的胃药吃 这样配合一下 那多数我的病人呢 我会让他们一个月之后 治疗之后的一个月呢 再去做一个这个催气的检查 就make sure这个东西clear掉了 因为我们每次治疗的成功率 大概就只有80%的样子 那个20%的人 是因为对药有耐药性 你知道吗 对很多消炎药有耐药性吗 那如果你刚好对那个药有耐药性 那我们还要再换药 那就换不同的药 对对对 那么听说全世界 有大概超过五成的人 在消化系统上 都有这个幽门螺旋感菌啊 对 这么高的一个数字 对对对 那特别是这个 我们讲的这个发展中国家 Developing Country 这个比例更高 基本上原因是卫生条件差 人口密集 对吧 那还有呢 很多时候人的卫生习惯 大家一起分享食物啊 一起吃 Versus西餐会单独分开啊 用公块啊 这个都有点关系 那现在其实这个细菌 随着人的认识程度的高 那我们现在会治疗这个细菌 所以它的发病率 应该是往下减少才对 那基本上50岁以上的人的 发病比例远远超过50% 那50岁以下的人 其实应该不到50% 所以既然我们知道 这个病是从口入的 那我们就知道 怎么样子去医防 就是要比较小心一点 对不对 但是卫生了现在 还没有疫苗就对了 还没有疫苗 就是治疗 诊断和治疗的问题 OK 所以其实我们要尽量做到预防 就是说大家在吃饭的时候 尽量用公块 对对对 然后不要去跟 跟彼此来分享食物 尤其是小朋友在 这个学校里面 常常会分享食物 对对对 这样很容易感染到 对对对 但是好消息就是说 它是可以治疗的 没错 可以根治的 但是呢要及早做检查 就是这个意思很重要 因为这个检查非常简单 但是如果说只是当胃病 一直在吃胃药 反复吃 这个细菌不杀死 那只是我们说 只会治标不治本 那这个胃病是好不了的 而且更重要是说 有一些人是没有症状的 所以其实像一般 我们做体检的时候 是不会做这样子的检查吗 不会做这样的检查 不会做这样的检查 所以我们其实是可以 找家庭医师来做 这个优门螺旋感菌的检查 特别是你家里 或者你的接近接触的朋友 有这种东西的话 你可以做一个检查 这个是非常easy的检查 OK 所以检查到 如果有优门螺旋感菌的话 就要赶快的做治疗 否则会引发一些 其他消化系统方面的毛病 对 胃炎 胃溃疡 胃癌 都有机会 OK 所以其实有好消息 有坏消息 就是说这个是 很普遍的一种戏剧 所以大家真的要留意 这个就是健康意识 我们现在对身体的了解越多 我们就能够去处理的事情 就多一点 那人就会更健康一点 是 及早发现 及早之后治疗 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定医师 谢谢你 也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 下个礼拜同样时间继续收看 《住在LA》的节目